创意理财近载运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每一次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在今天6月1号 也是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一起针对台北股市 不管是今天包括未来 本周该怎么做研判 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利用很重要 因为今天第一时间 我们先看这里这个商品 这个商品其实只要看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叫VIX VIX现在是早上的9点刚开盘 不是很清楚 大概我刚才念给各位听 现在报价是29.55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去看这个商品 因为VIX本身在 这么多样技术分析的指标里面 它也是属于反转指标里面的一环 并且它本身因为它拥有领先的功能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今天包括现在到烧带 到今天早盘收盘前 以及下午现在是亚洲股市 然后下午是欧股 晚上是美股 我觉得你就看一个整数就可以了 这个整数我们刚刚看大概大约在29.6 那我会看30这个整数 就是说VIX恐慌指数假设它占上30 我认为面对金融市场 我们就要小心要提防 它占不上那就得管 就是我们给自己一个 就到底这个恐慌指数值不值得参考 对不对 A说不错 B说不行 C说看不懂 我们今天就拿它当一个范本 我们一起来观察 所以首先我觉得今天主要 还是把时间拉 对不起 拉回到第一项 我们在针对国际股市做说明 好了 我们先讲国际股市的部分 第一个 刚才即时新闻 我有看到有一个叫做 这里 叫做 这个 即时新闻 它说Antifa Antifa叫做反法西斯主义 最主要上个礼拜 一直到目前截止 在国际金融市场就两个 一个是美方取消香港的 任何的一个优惠 这是一 二就是因为在明尼苏达州 这个黑人跟这个警察 两个人还同时在同一家夜店上班 你说真的吗 真的啊 打工啊 那个警察在那里打工啊 不管什么样的因素 造成这个 这一位非裔的美国人 那就往生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它就爆发反动 那该怎么看呢 所以我们来看两件大事情 第一个庞贝奥说不应该再给香港有任何特别的待遇 这是第一个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过去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最重要的 他说Future就是电子盘 期货商品 Future就是跌 那最主要就是这个因素 就是美国国内那有产生所谓的 我们不讲歧视 就这种对抗 所以整体上该怎么看 我们先把时间来到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在今天早上7点49分 今天早上 现在已经9点03分 大约在29.5到29.9之间波动 因为最主要 不管是5月27号 或者是今天的6月1号 各位请看你静静看这张图 我们暂且 你一定问我说台北股市怎么看 我稍待一定做说明 所以我们先看这张图 我觉得我们来比对今天到明天这个时间点 就是说我们给自己一个很简易的观察基准 那如果这个指标 这个商品准确度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那我们以后就不要看它 那相对的 它确实它有领先市场提醒我们 你要做多要做空 那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 就好好的观察 第一个 因为最主要 这里是27 5月27号 这是今天6月1号早上 好 这里是不是一个最大交易量 这里一个最大交易量 这两根最大交易量是不是在几乎在这里 在这里跟这里 在同一个点 对不对 好 我们讲过 大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它会得出一条紧线 所以不管是5月27的这个交易量 或者是这里 不是今天 这是礼拜六 礼拜五晚上礼拜六 台湾时间清晨这里 通通都在30 你去看它 通通都压在30 所以该怎么看呢 最简单 就是说如果Mix恐慌指数 在现在9.05分 现在9.05分 我也不去猜 国际股市或台股要涨要跌 对不对 我不猜 因为猜不准 也猜不到 纵使猜了也不敢做 问题在这里 很多朋友 不管买卖股票或操作指数 每天看我 很生气很生气 为什么呢 我明明知道这档格 股票会买会涨 那你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用猜的 指数也是一样 我给它放空 假设真的跌了 又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没有做 那为什么没有做 因为知道自己用猜的 那我们不要用猜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 因为恐慌指数是反向的 这个点叫30 也就是说 它只要不占上30 我不管对台北股市 日经指数 任何金融商品或欧股 或今天晚上的美股 我就乐观 我就认为它会涨 那相对的 它占上30 那我就要保守 就要小心 就要谨慎 面对接下来今天晚上明天的一些变化 那这样就好了 就把复杂的一些评估 我们把它检疫 用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以今天为例 就是恐慌指数看30这个整数点 那会员可以看今天早上的简讯 再来我们看目前最新的 最新的叫做 迷你稻穷 就是小稻穷 小稻穷 好 我们来看 这过去五天 它不是稻穷 是小稻穷 过去五天 小稻穷的走势 以最盘中最主要的交易量 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25174被跌破 当然要小心 没有跌破之前其实它还是一个正向 这叫1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跟台股息息相关的 纳斯达克 这里我们有个100 100就是电子盘报价 好 我们来看 最主要在今天 美国纽约时间6点晚上 下午6点15 已经进行宵禁了 宵禁就是不能出门了 就是要補五点开始 跟凌晨的五点通通在家里面 没当出门 比那个 这次COVID-19我们讲 五费也好 新冠也好 还要严格 不准出门 好 算我们来看 6点15分就今天 在台湾时间的早上 6点15分 它爆出最大的交易量 这个交易量的交易价格 在9463点 我们讲过 最大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 它这里就会衍生未来的一道景线 好 除非我的商品价格跌落这条景线 那你要小心 没有跌落之前代表它是个正向 回过头来 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来看台北股市 这次台北股市我们讲过 技术分析里面有一个叫形态的计算 计算什么呢 市场不是用平均线 平均线也可以 我们举例 假设 我给大家很多很多很多 对不对 好 很多条平均线 那么那每一条平均线都叫支撑 也都叫做压力 可是各位你可不可以静静地看 以这个图当作一个范本 那怎么看 往往不是均线使用不佳 而是在于当它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 那到底该怎么办 真的来了 第一个它已经跌了一大段了 已经跌了一大段了 第二个当它回到要转正 好 举例最简单的 各位请看 什么时候确定转弱 到这里嘛 没问题吧 可是你要看从12197跌到这里 已经跌掉2000点了 你说当我看到用一些指标 我不是说不好 而是你做研究可以 实际上操作 没有人这么做的 从这里到破这些平均线 已经落2000点了 好 接下来说一直跌 跌到85 23 有啦 跌掉2000点之后 破所有基础均线 又跌了1500嘛 没有错吧 好 目前在这里 所有均线接近它的上缘嘛 这条是什么 这条是半年线嘛 如果我们都不动它啦 然后呢 那好 你从标准应该讲 也没有啊 这里就进入 那我怎么看 它已经从这里涨到这里 然后我过了 过了会长吗 不知道 又怕它洗盘又下跌 所以你怎么样用一个最简易的方式 来做观察好 所以呢 我们会建议各位 你去算它 你要自己算 我算一次给各位看 那你要自己算 你自己算你才会对未来有信心 因为是你自己算的 因为是你自己算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半年线是要怎么看的 对 我可能不可以买台积电 来看 好 所以我们很快我们就把 从四月中旬以来 四月底啦 好 第一个一种形态 有一种形态叫做 陶逸中继捷径 就是从缺口 从缺口来做观察好 那出现这种很罕见的 连续三个跳空缺口 那提防纵使要再长 都会有一个修正 好 我们来看这个结架构 这个架构 这个架构说简单很简单 说难还蛮复杂的 为什么 好 第一个 当它出现三个跳空缺口之后 一定会反转 可是反转之后这了不起 它是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这你这豆腐 在行边那种 好 第一个 好 这里划出一条平行线 叫10691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 只要在10691之上 当我们用形态的角度来做计算 它就是个多头 如果多头我就每天做多 不是啦 这里冲到一万一千点之上 对不对 从一万一千点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年转六五天 也跌掉两百五十点 将近快三百点 他说他在10691之上 对了 这里也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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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从这里到这里 这样两种要三百点 两百五十点 就是说好 第一个我们看整个形态 台股只要站上691 它就是个多方 多方不代表每天会涨 不代表每天会涨 那空方也是一样 不见得是走空了 它就每商品就一定要跌 不 而是在于 当我先确定是个多还是空之后 我要能够去计算 哪一个未来 它的一个变化 那怎么计算呢 两分钟后会现场 这是台湾最新的观浪 这是台湾最漂亮的风景 这是台湾最帐的小笼包 这是台湾速度最新的高地 这是台湾最新的预算 这是台湾最新的大学 这是台湾最新的指标 PSY 全胜大师一级百 股票期货一百兆 现在就来加进负责投资 让你贏着高兴的第一条 立即报答 0800-555-808 现在就加入顾德投资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酒价罚很大 一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价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灵 对不起 可不可以等我20秒 我不好意思 我发个简讯给会员 不然我发新朋友 好 现在是 来 我们对时 现在是不是 来 各位会员 你对着他 9点15分54秒 好 我现在整点 整点 9点16分1秒 我现在发给你了好不好 你就照着我发给你的简讯作 我就照着PSR通知你 现在 今天 你就看 我们但是节目中我们就不另外做说明好吗 我要留下记录啊 每一笔啊 每一笔都要有通联都要有记录啊 没人说我会不会说 对不对 好来 我们的做法就是照着PSR操作 好 回顾团 我们先看台北股市 台股呢 我们在刚刚提到 我如何利用一个形态 那来做研判 好 首先呢 我就把加群指数最主要 目前已发生的最高跟最低 如果不算今天11054嘛 那最高还是要维持在11087 最低在10294 所以叫10691 没有破691就叫多头 就叫1 好 第二个 我要看近期近期 近期呢 你会告诉我 那现在根本没有到 那现在没有到 不代表明天后天不会来 所以你要一步一步啦 各位你要自己算 那怎么算呢 一样 这是加群指数嘛 那我把K线图拿出来 我先把这些 令我们很烦躁的平均线拿掉 然后我把它放到最大 OK 拿来看 就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今天是这个时间点 我往前看 我往前看 请问最高点是不是在这里 这里叫做11087点 我往前看最低点在哪里 最低点肯定在这里 所以我连结 来 这里上去下来 现在上去嘛 我连结从这个最低 到这个最高到目前为止 假设我把 1 2 3 4 5 6 这6根哦 它是个日K线 可是我可不可以看6日K线 可以啊 我把这6根 可不可以把它合并成1根 怎么会不行 那不是把6根合成1根吗 好 6根合成1根 这6根会变成什么事 就这个 就它就告诉你 开10812 10812在这里 然后收 你就看今天怎么收 那这是这6天里面的最低 这6天里面的最高 那你不就得出一个均价吗 这个均价叫10903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 从短波段来看 那先看多少 你说现在已经1万1了 对啦 你就先看10903 好不好 那这是针对台北股市整个大盘 那所有的会员还是一样 我不是要跟你讲迹象 好不好 但是呢 我是要让你 第一个我已经讲过了 我每一笔都会揭露 我就不做说明 我就把过去这一个月 一整个月哦 从4月30号到5月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图是不是指数行进 那底下就是我们的PSY指标 那我们去算它 不管你有没有做 还是说你从4月30看到5月29 我觉得OK的 可是我们要去检视 检视什么呢 这个叫正午时负午时 正午时负午时 总共过往一个月 它总共出现几次 19次 一直到5月29 19本 如果我每一次完全照着PSY做 就是这怎么叫PSY做 就是说正午时做空 零轴平 负午时做多零轴平 也不要什么设停力点 通通没有 通通都不算 反正就完全依照PSY 不管输或赢 好 我们来看 这19次里面 你总共正午时有 1 2 3 4 5 6 7 8 9 有9次 你这9次都会赢 负午时的部分则有10次 这10次里面这一次 这一次会输 为什么会输呢 因为负午时在这里 零轴在这里 所以也就是说 当这一次 这个负午时 我在这里做多对不对 它回到零我走 那你这一次会输 为什么呢 我一直认为 指标的部分就在于 第一个要精准 第二个要有是非 对就对 错就错 做到就做到 做不到就做不到 总共这19笔里面 你说19笔 那这两笔呢 这28是礼拜四 29是礼拜五 没有错吧 这不是我截图的 我们的手机版 你就把它拿出来 这是28 28 28这是29 你怎么会输 你是不是总共19笔 好 这个是手机版 再来 这是电脑版 这是电脑版 那什么是电脑版 电脑版就是找家业 那电脑版不是只有台北股市 包括每一股道琼 一样 那我就把每一笔 每一笔不管是道琼或台股指数 我们就每一笔去观察它 正五十一二 正五十三四 负十五六 对不对 那这六笔里面 如果你完全照着它做 这笔会输 没什么 正五十 正五十 所以这一笔会错 就是我把每一笔 我都 你要真实面对自己 你不能骗自己 你骗自己 你怎么去做操作 所以我们来看 其实很强 好 再来 所有的电脑版 一定要做这个 尤其是新朋友 好不好 新朋友 我认为每天帮自己抓目标一百点不过分 不管是上个礼拜 五月二十六 五月二十七 五月二十八 上个礼拜五 五月二十九 到现在 这个叫一分钟PSY 一分钟 那不是很危险 不会 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 我们同样以PSY自己本身做比对 一分 两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六分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对啦 电脑版你要看几分的都可以 你说真的吗 真的啦 我示范一次 来 各位请看 我们可不可以用加全指数当范本 好不好 好 来 好 我现在 所有电脑版我用M M M 我给他阿拉伯数字36 好 画面上出现的是什么 三十六 这里是不是写 三十六分 就是一根K棒是三十六分 你说电脑版强不强 你自己用也就看 这里叫做 这三十六分的 郑五十 这里叫做负十 也就是说郑五十在哪里 在这里 对就对 错就错 绝对是这里 不可能是别的地方 附十在哪里 我给你保证在这里 最高最低 对啊 你说那里三十六 那不然你要看几分的 你说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来看个 16分的 好 来 来看着他 你要看几分都可以 这几分的 这十六分 十六分有几次 有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次 好 一 没有错啦 二 三 四 五 六 六是现在啊 11056啊 11060啊 不是 对对 那你就做多 你要做多你就做多 我没有意见啊 不是这样子 好 真厉害 所以麻烦所有的朋友好不好 特别是电脑版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一分PSY 一分PSY记住 一分 因为它是一分钟的 所以你如果贏十点 你就会离开离场了 贏十点是很多了啦 好 真的很多了 好 这是三点到七点四十嘛 我们就看嘛 一分PSY 好 不是一 二 三 四 五吗 这里有没有时间 都有 你就对照你的电脑 我就每一笔揭露 这不到五 你继续看下去 这不到这里五 又走了这些 再把每一笔拿出来对照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那你告诉我 这是五月二十九 五月三十 二 八 二 七 六 我就不再讲了 共十二笔 你输到一笔 你说每一笔都贏了 对啊 这就叫PSY 所以看一下 提供各位电脑版的会员 请你照一分钟PSY操作 那至于手机版的 我们就做十分钟PSY 那十分钟PSY 我还是会照着我们的正负五十 跟您做通知好不好 我还是要发简讯给你 你就照着我发给你的做操作 那最主要今天还是回过头来 好 来 最主要 不管你是操作台股 或国际金融市场 今天一直到明天的这个时候 我会建议你一定要看一个商品 这个商品叫做恐慌指数 恐慌指数呢 我们看一个数字叫30好不好 就是他不能看到30 不好意思 他不能看到30 他看到30 目前在29.45 请问 29.45 他看到30 你要提防金融市场会转弱 那么呢 好 节目最后在这里祝福所有朋友 在未来的这一个月 身体健康 回家平安 操作顺利 谢谢你 拜拜 在买方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